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2月的5号 周六的早晨 现在是6点36分啊 现在外面天都是漆黑一片啊 这个跟大家聊聊啊 跟大家聊聊 这个现在有人说啊 有人说政府已经对香唐下手了 这个香唐村啊是属于北京市昌平区 昌平区崔村镇啊 这是昌平的偏北部啊 你看昌平这个朝阳区叫利水桥 过了利水桥就是天通院啊 这个以那条河叫清河 海淀区有个镇不叫清河镇吗 以清河为界 过了那条河 昌平的天通院 然后什么平西府 是吧 这个北七尖南七尖 然后小汤山 然后往北就是崔崔 就是刚刚进山啊 就是崔崔 再往北 就是 就是延庆怀柔了啊 地方不错 山清水秀 现在 郭岭梅 姓郭 山岭的岭 梅花的梅 她是著名的诗人啊 也是所谓的老革命 郭小川的女儿 郭领梅 昨天和前天都被警察叫到派出所 威胁了半天 回来以后 她照旧领导大家反抗 现在有两个警察专门跟着她 真佩服这个人啊 现在就任何一个地方小区也好 村也好 别墅区也好 抗强拆 总有个领袖人物 现在郭小川的儿子 郭小川的女儿是这个香唐村的 这之前我也做节目报道过两三回啊 这个香唐村的事儿 就是当年不管是小产权还是怎么样 你是政府 你跟人家肯定也签了协议的 你邀请人来的 现在如果你有了任何问题 你要拆 所有的损失由你政府负责任 对吧 昨天那个也是北京北部吧 那个退伍军人不说的吗 你们是不是一个政府 对吧 你们是不是一个政权机构 如果是 你们要想拆我的房 你给我补偿 你给了我足够的补偿 让我能生活 把我的损失弥补了 你们也可以啊 是吧 然后这有人说了 说郭阿姨七十多岁了 这位郭领梅 说他捍卫家园 而写好了遗书 老百姓垂死 挣扎中 而且天气越冷 越断电断水 他就故意的 就是给你制造各种的麻烦 困难 痛苦 就逼着让你走 有人说人民不守法就抓 政府不守法没事 法律面前谁说了算 中国还是一个特权社会 等级制社会 不是一个法制社会 是一个人制社会 这个人人不平等 老实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实际上人人不平等 现在政府获得了超越法律的超然地位 这是不对的 法律的神圣性在中国每时每刻都在遭受着践踏 你看见了吗 村里来回转悠 蛊惑人心 说有人雇用搬家公司的车 在村里边空车瞎转 制造假象 就给别人看 给一部分不想搬走的 还在抗争的人 制造假象 扰乱民心 用心险恶 广大业主一定提高警惕 然后有人说了用心良苦这些人啊 这不叫用心良苦 叫用心险恶 是吧 卑鄙 就是啊 让你感觉很多人搬走了 实际上是空车在这 这些搬家公司的这些司机 这些车主 也许这件事上 他们有一点啊 助纣为虐 但是可能他们家的房 老家的房也被拆了 他们家的土地也被强占了 他们周围的水源 土壤也被污染了 到那时候 同样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中国的民众啊 已经彻底的原子化碎片化了 那里面呢 你是谁啊 您好 我是推陷任务部的工作人员 有什么事吗 那个2号 在咱们那个相当局处地 我们贴了一个公告 你见到了吗 什么公告啊 那个 献皮猜除公告 什么 献皮猜除公告 不知道 拆出什么呀 就是您 在那个 香肠居住的那个房子 为什么要拆呀 那个咱们法院已经排定了 已经 喂 哎 您排定了 那个您这是非法建设 我这个是非法建设 那谁建的呀 啊 谁建的呀 啊是 政府会也就定了 政府会也是非法建设人 您是跟他的 连政府会 连您都是这个 您是您准备 还是建房的吗 所以我们都通知一下吗 哎不对 你们把这核实好了 再给我打电话啊 我这个可不是 不单是村委会 卖给我的 还有你们崔尊镇政府 我的购房合同上 甲方是 第一是你们崔尊镇政府 第二是江唐村委会 您合同吗 您也 好吧 这个合同白纸黑字 原件就在我手里 我手里有一份 您可以看一下 您的合同吗 落款是两个公章 第一是崔尊镇政府的公章 第二个是 是江唐村委会的红章 如果您对这个有意义 咱明天可以讲 咱谈一讲 您有意义吗 不是有意义 你必须先把这个确定了 对吧 这是谁建的伪建 对不对 对不对 您不把这个更正了 咱没法谈 你先把这个 咱们必须得统计了 对不对 你不要老说是 江唐村委会该的 对不对 还有你们崔尊镇政府的事儿呢 你们 你们受防尊医 对不对 你们是假方 对不对 你们是假方 对不对 你看一下合同 你看一下合同 你看好了再来找我 这合同 你不认识拖段吗 白纸黑字 你们都不认证啊 盖着 崔尊镇 那是除非你盖我 这假的 不是 那您觉得有没有咱们前面谈的必要啊 对不对 我现在打电话就跟您通知您这事儿 如果您告诉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我不知道你是谁 对不对 我不知道您也没跟我出示你的身份 我现在不知道你是谁 对不对 特别是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话根本就对不上 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 真是情况 你跟我谈什么呀 我不理解情况 所以我跟前面跟你谈一下吗 对不对 你跟我谈什么呀 对不对 而且我这个 我这房子还有你们 昌庭土地局 土地管理局发的红本 足昌红本 就是什么呢 集体使用的全这儿 你别跟我说这个啊 我这房子 您先跟我说的很像 我跟你们那个 昌庭土地管理局 给我发的 上面市场的红帐 上面有弄一弯 发给我的这个使用权 受法律保护 红本上白纸黑的写着呢 对不对 您那是无效的 你为什么发给我 谁造成的 无效 谁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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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这个昌庭土地管理局 发给我 我作为中国公民 一个无效的东西 责任在谁 谁的责任 先说清楚责任 对不对 谁的错 谁错了 是我错了 您先别听我 我现在打电话 就是通知您 你不要通知我 把这些事儿都核实好了 对不对 你现在这些事儿 你都不承认 你跟我谈什么呀 你挂你的 哎呦 哎呦 这中国的整个这个大地上啊 900多万平方公里啊 到处充满着力气 充满着杀气 充满着怨气 真的 也没有960万 942.2598万 哎 其实我可能就是 稍稍幸运一点 躲过这个劫难了 1993年 我就在北京的 顺一县 当年还叫县啊 顺一县的这个 风博乡 河北村 购买了一套小产权的房子 有140多平米 当年他要我850块钱一平米 收了我11万多 后来我意识到 这小产权的房子 时间长的有问题 后来我把那房子卖掉了 现在反正那房子还没拆 当年打的什么名义呢 叫旧村改造 旧村改造 那河北村 现在还有一部分平房 他那个拆了一部分 盖了一部分楼 后来我给卖掉了 当时那个村书记姓孙 叫孙什么义 不是孙正义啊 那软银的 孙献义 还是叫孙什么 快来卖掉了 这些人挺可怜的啊 我们有一个朋友 就住在这个香唐村里边 是一个蒙古族的啊 这朋友 那个跟一个北京人结婚了 可怜呀 反正看吧 这个 现在天越冷 他们也断水断电 就逼着老百姓走 真的是毫无底线 惨无人道 活在中国老百姓只能是 自求多福吧 确实倒霉 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投胎在这个国家 这个人民真的是悲惨 实在是悲惨 哎 说多了心情难受啊